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慕子诗 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人过五十 如果你还对这四件事感兴趣 证明您还很年轻 来自知和大叔,让我们一起来听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 衰老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一下子就老了 有的人则是青春有助 最有趣的是 外表和内在的老化程度完全一致 人过五十 走过人生半程 纵然身体机能下降 是人之常情 但是心态与习惯 则可以让同年龄的人 有巨大的差别 有的人到了五十岁 步履轻盈,身体健康 整个人活得轻松自在 有的人到了五十岁 仿佛是开启了衰老的大门 步履蹒跚,挨声叹气 一副老像挂在脸上 明显与实际年龄不符 一个人能够依然年轻 往往与自身的心态与习惯息相关 人过五十岁 如果你还对以下四件事感兴趣 就证明你还是很年轻 一 喜欢微笑 俗话说 笑一笑十年少 笑不仅可以让自己的心情保持舒畅 也是自我豁达大度的一种表现 喜欢微笑的人 会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琐碎 更能以乐观的心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那么他自身的烦恼就会少很多 整个人就会显得更加年轻 现实中 有些人总是喜欢生气 完全忘记了气大伤神的道理 甚至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会大发雷霆 可以说 从来没有见过他脸上出现过什么笑脸 这样的人 除了身体状况 要比同龄人差一些之外 自己的样貌也凸显老象 人生不如意时 十之八九 旅途中总会遇到狂风暴雨 喜欢微笑的人 总是能够安然度过 让自己对生命多了一份感悟 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一份经验 那些爱笑的人 哪怕是人到五十岁 也能让自己活成一道光 挫折面前 亦能笑看风雨 不会让自己活在过去 哪怕遭遇黑暗的时刻 也能照亮别人 温暖自己 这样的人 活得积极向上 走到哪里都是热气腾腾 浑身上下 散发着年轻的气质 二 热爱读书 有句话说 人心至灵至动 不可过劳 义不可过亦 唯读书可以养之 人过五十 处在中年时期的关键时刻 背负着读书 背负着诸多的压力 很多人都非常看重养生 却唯独忽略了养心 心态的年轻 才会让一个人 外表更加年轻 而读书 则是养心的最佳方式 当自己遇到考虑时 不是不停地徘徊 纠结 打转 而是通过读书 找到答案 那颗浮躁的心 顿时有了归宿 回归平静 让自己能够活在当下 不急不躁 另外 在这个年纪 以书为伴 脑海中一些闲事 就会不倾而走 自己有了专注的事情 整个人也会变得精神抖擞 同时 读书也开拓了自己的事业 提升了自我的能力 更加愉悦了心情 所以 真正喜爱读书的人 往往呈现的形象是 淡定从容 气质儒雅 他是一个人 最好的护肤品 可以让自己 焕然一新 惹人羡慕 三 喜好运动 皇帝内经中写道 弃之 不得无行也 如水流之 如日月之行 补修 一个人身体的年轻 离不开自身的健康 而健康最重要的就是 保持气血流通 想要气血流通 就应该多多地运动 曾经看到过一项调查报告 让56到68岁的群体 每日进行散步 跑步之类的质量运动 过了6周之后 过了6周之后就会发现 他们的血压 有所下降 体脂也明显减少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也好了很多 可以说 人过5时 想要依然年轻 最不能忘记的 就是有规律的运动 提升自己的身体状态 也能增加生命的活力 经常爱运动的人 明显要比不爱运动 整日喜欢坐 躺的人年轻很多 他们身姿轻盈 面色红润 从内到外都散发着活力 让人眼前一亮 所以当你变得 越来越年轻的时候 往往离不开 自己每天喜好的运动 进而让自己的心态 越来越乐观 积极 身体状态 也会越来越好 一个人若是没有了兴趣爱好 生活也会变得乏味无聊 一潭死水 人过5时 正因为有自己喜好的事情 专注的乐趣 往往会让自己少一些烦恼 多一些快乐 心无旁骛 专心致志 真正有了自己的爱好 就会觉得 人生多了一份乐趣与喜悦 也会让自己的心境 变得简单与纯粹 人一旦变得简单 整个人就会少了很多的烦恼 对外就会显得更加年轻 反之 人一旦经常心事繁多 愁眉不展 不管什么时候 都会显得木齐沉沉 有爱好的人 不管再忙 也能抽出自己的时间 让自己在爱好中 变得快乐与幸福 因为有所爱 就会让自己在专注中 感受到生命的乐趣 整个人的精神 也会变得越来越丰沛 对外总是显得精神异异 走过半生 感悟良多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想要让自己依然年轻 不仅是身体的保养 更是来自微笑 读书 运动和爱好的多种综合的结果 往后的日子里 让自己继续有梦可追 让人生大放异彩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感谢您的耐心